不,不,等一下,不就是沖了点马桶的水吗,你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妈就是记不住啊 记不住,她就记不住,我妈岁数那么大了,谁还能没有忘记的时候 你不记得那天我不是也忘了吗,对吧,所以 你这什么毛巾,你就往我俩扔 11块3毛3,24块3毛1,25块9毛6 哎呀,这个农村老太太就这副德行,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说来她就来了,我能给她好脸色看吗,那你老公什么态度呢,她当然乐意了,关键是我妈,我妈也跟着瞎起哄,我才回家住了没两天,非让我回去陪他们俩住,气死我,过两天她一走了,你再回去不就行了吗,我才不 不呢,大抬大叫抬我,我也不回去,别生气啊,有这点小事生气,气坏肚子,你孩子不划算呀 我,我得走了,我去仓库忙了,没事吧,你 哎,服务员,来,帮我拿一下 说我呢,我叫你呢,帮我拿一下 你这什么态度啊 哎,你这么高,你都够不住 我能够得着吗,我什么态度,我态度再好,我也不能增加高度,我这不给您拿梯子吗 年轻人,跳一下不就拿下来,还拿什么梯子啊 哎,你干嘛不自己跳一下呀 我跳,我叫她要你干什么 哎,我说,你急什么呀 我急,还是你急啊 那你等着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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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想干啊,这是 我不想干你养我 哎,这什么态度吗,这是说什么话呀 你要什么我帮你拿好吧 哎呀,周老师,你这干嘛去啊 我去给小欧送一趟 天天都送啊 哎呀,也不是,但是,孩子现在最需要营养 是,是,哎,你千万当心身体啊 留得青山寨,就会有柴烧 知道,知道,谢谢啊,好,再见啊 慢一点,慢一点,哎,好,再见 慢点,慢点,哎 我的宝贝 妈来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哟 你婆婆也给你呆了 你来干嘛呀 给你送饭来的呗 哎呀,我看妈给你做的鱼汤 还有,好饭好菜 肯定是哥哥跟余少华吃剩下的 咱们吃 你非把你妈说成是后妈你才高兴啊 哎呀,其实我有说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可我就故意说那些 让你伤心的话来刺激你 我也不知道 我也控制不住,我就说出来了 宝啊,那天晚上你走了 妈心里也特难受,你知道吗 哎呀,妈 我今天心情挺不好的 怎么了 算了,不说了 说,你告诉妈 你别让妈着急,怎么了 怎么了 我就是在想吧 这人吧 要不就做个强者 要不就做个弱者 做强者吧,你可以帮助别人 做弱者吧,你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 像我这样,不强不弱的 就像生活在夹缝中一样 吃也吃不饱 饿也饿不死 哎呦,到头来也是两手空空 什么也得不到 你说我小时候干嘛得了是脑膜炎,不是脑瘫呢 我要得脑瘫多好了,直接变傻了,得了 胡说什么呀你呀 你不胡说你难受是不是 妈跟你说,你这心里还是有这个心结 总也解不开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什么事要往前看 不要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什么脑瘫呢 对了,我前几天看了报纸上写的 一个美国的女孩 她是脑瘫 人家让她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她心里的话 对她自己的看法 因为她不会说话 只会写字 你猜她写什么 写什么了 她说 我很快乐 我有一双美丽的腿 有爱我的父母 有社会各界 那么多好心人对我的爱 还有一条可爱的小狗 我会画画 她还说 我不羡慕别人有的 我只珍惜我拥有的 你不是比她好多了吗 咱没有得脑瘫 咱得的是脑磨炎 咱能够治好 真正得了绝症的人又能怎么办呢 不活了 所以妈跟你说啊 什么事情一定要不能光是往上边看 看那些还不如咱们的人 你不就越想越快乐 越想越幸福了吗 看看你给我做什么好吃了 谢谢 烫了 好鲜啊妈 妈 妈 这两天古语出差了 我跟那个老太婆在家可没意思了 而且她每天晚上睡觉打呼噜 那呼噜是跟放鞭炮似的 我好几天都没睡小觉了 烦醒我了 是吧 怪不得你这两天都瘦了呢 不过小鲁啊 你别老太婆老太婆的叫多难听啊 要是古语这两天不在家呀 你就回家来住 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给你好好补一补 也让人古语妈妈好好休息一下 好不好 妈 我爱你 我爱你 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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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盯紧点呀 你啰嗦什么呀 该你出牌了快快快 我饿了 我要吃饭 吃吃吃 刚吃过早饭 他手上牌还没抹两圈就又还吃了 你这个死鬼投胎呀 没得吃 我要吃 吃死去你 少皇妈 你对她好点 你看她快可怜的 她毕竟脑子有毛病嘛 她可怜 我可怜不可怜 我跟你们说啊 自从这死鬼被厂里吊车撞成这个样子 我就没过过一天 男生日子 倒不如当时被她一下撞死好了 我也好得比赔偿 是不是 这下好了 死不死活不活的 哎呦 还把我给拖死 哎呀 你要想她好的地方 她过去身体好的时候 不赚钱养你们母女两个人吗 她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伺候她个几年也是应该的 就是 少皇爸现在虽然变成这种样子 但是他们单位照样发工资给她的呀 再说你吃的用的 还不都是少皇爸爸的钱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 是来打牌子是来教训我的了 你真是的 你真是的 嘿嘿 我自拨了 活了活了活了 沈波 聊好人啊 少皇 又来看你爸爸来了 你坐你坐 对呀当然要看了 真是好孩子 你坐你坐啊 你聊吧聊吧啊 好好好 你女儿来了 快点等一下我教你了 上皇 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怎么不上班呀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想等会去趟医院 这不是顺道 过来看看你们吧 爸呢 爸 爸我回来了 爸 爸 这是报纸 这不能吃 妈你可不把报纸藏起来呀 不能吃 爸 你听话啊 这不能吃 你先起来地上凉 你是不是饿了 好 我给你拿 拿吃的啊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啊 爸 你看 妈 你干嘛饿着爸呢 你看他瘦的 哎呀 头发都快掉光了 慢点爸 这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人老了 还是瘦点好 少得病啊 这话说的 爸 你看 你别光吃这个 你看 我给你带的什么了 你看 嗯 饼干 你最爱吃的饼干 还有沙奇马 嗯 爸 你慢点 怎么这是红枣了 哎 不会呀 我记得清楚楚的 妈 啊 你找什么呢 我找掩耳啊 我明明早上是放在这 怎么就不见了呢 我 我也不可能 你记错呀 这是不是家里来贼了啊 哎呀瞎说 家里哪有贼啊 那可没准 哎呀 你赶紧进屋看看 有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丢了 你别吓唬我 不可能吧 快快快快 快进去干的 我的天哪 丢没丢 丢没丢东西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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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丢吗 你呀就是闲的没事 就是闲的 我说吧 哪来的什么贼呀 啊 我知道了 这些东西啊 可能都让少华拿走了 对 这余少华简直无法无天了 哎 居然跑到我家里来偷东西 我 哎呀 别拿着这笔笔笔话 什么偷啊 自己家人用偷多难听啊 他那是啊 拿回去孝敬他父母的 他说过要回娘家一趟 他就是个戏嘴鬼 我打电话报警 我把呦呦淋去 哎呀 站着 哎呀 什么警啊 你咋吃的东西你 妈 我觉得你这人特没劲 你为什么总是坦扶他呀 我跟你讲 余少华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无底洞 不管你对他有多好 他都想一点一点把你掏空 你现在不知道 将来你就后悔了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在你眼里没有坏人 只有好人 可是有些人 专门里利用你这个弱脸 你知不知道 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 什么都不好意思说 所以一二再再二三的来刻薄你 余少华 他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他什么都会装 可会装了 你信不信 他这个东西他拿回家 他也不会吃 他妈也不会吃 他妈肯定转转给他卖了 卖出钱来就拿去打牌 你信不信 我这女儿可真不得了 这口才 这简直可以当律师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也说正经的 你嫂子这个人呢 她有她的问题 她有她的缺点 妈心里明白得很 但是怎么办呢 再说 她心里也很苦啊 你看怀不上孩子家里那个样 父亲那个样子 所以呢 你是好孩子 你大肚点 让着点 再说 你看她有时候也往咱们家拿东西啊 你上次吃那蛋糕 不就是少华拿回来的吗 你快别提那蛋糕了 一提那蛋糕我就生气了 过气了 你都吃坏我肚子了 我看她就是嫉妒 她就自己怀不上允霄害我和我肚子里的宝宝 哎呦 怎么能把人想那么坏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吗 再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呢 你可不能那么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全体人都在那等着我排练呢 妈的走了 你这样 你啊 赶紧吃点东西一会儿睡觉去啊 等睡好觉了呢 妈回来再给你做好吃的啊 妈回来再给你做好吃的啊 妈 哎 我是知道的啊 我每次给你们买回来的东西 你就拿到李省的那个杂货片去卖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跟爸的工资卡 不是够你们两个人花的吗 哎呀 够用够用 这不是看着吃不了 烦的放坏脸可惜了嘛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又拿去赌了 没有啊 还有哪儿呢 我也只不过是去生活时间小玩玩的呀 赌输了还不是等于把钱送给别人 你看你爸家里弄的 值得嘛 啊 妈 爸那么多脏衣服 你为什么不给他洗啊 哎 哎 妈 你能不能对爸好一点啊 你看家里都乱成什么样子了 你该死的鸡 你听到我瞎叫什么呀 你该死的鸡 我把你给杀了我 把你煮来吃了 哎 小王姨 忙着呢 啊 是 晓鸥是你啊 晓鸥你今天没事了吧 没事了没事了 何婶我跟你说 其实我拉肚子 和你买的那个邮报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嫂子于少华 买的那个蛋糕 好像都过期了 所以我吃完才拉肚子 于少华的最坏 自己怀不上孩子 他还想故意整我 你嫂子这人怎么这样的 他也太坏了吧 晓鸥我跟你说 这个怀不上孩子 你得好好查查 到底是你哥的原因 还是他的原因 怎么可能是我哥的原因呢 我们家基因那么好 都生双胞胎的 真是就是 何婶 我想请你帮个忙 没问题 何婶就爱帮人忙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要是嫌疤拖累你 那我带她走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 我会连同她的工资卡 一起带走她 少华 你可别这样啊 你想想 你们小两口平时工作那么忙 哪有精力去照顾她呀 你问问你吧 她在这住习惯了 她会跟你去吗 少华 你不是还有事吗 你赶快去忙你的去呀 爸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 听话 我还会来看你的 走吧 走吧 没事的啊 地上的报纸你一定不能吃 吃了会来会肚子的 听到没 自己睡觉的时候 要把被子干净了啊 我走了啊 听话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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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那我走了啊 妈 你会这么多了啊 哎喊 少华 哎 李莎 快上吧 快上去啦 那个 这是我爸的都是傻子的 又我发现点 逼 好好好 对不起 对不起 电话也响了 就这 这 哎呀我这事太多了 没事咱们放过去 喂 少华妈妈 对不起啊 我在排练没有听到 什么事啊 怎么搞的呀 怎么一下就晕了呢 把我给吓的呀 没事吧 可能是低血糖吧 我以前也有过 没事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吧 没有 那就好 估计也没什么大事 肯定不会有事的 等着吧 谁家都有事 这没错 那关键就是态度呀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态度决定一切 儿媳妇晕倒了没错 那她没亲生爹妈妈 干嘛每次都找婆婆呀 问题就出在这 你什么事都喜欢大巴大懒 那人家一有事 可不就找你吗 有钱难买乐意呀 你管了一千多次 只要有一次管的不好 人家就不高兴了 对不对呀 我看呐 还是自己管好自家的事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周老师这个人 从来不在背后说人家闲话 在他的眼睛里呀 全都是好人呗 干嘛啦 我也是就事论事吉人所及呀 我跟周老师又没仇 刚才我还帮他女儿杀了自己 补身体呢 我告诉你们 有一件事你们就不能回避 周老师现在家里这么忙 根本就没空来排练 不是他不想来 而是他们家事太多 根本就来不了 到时候啊 我看演出啊 恐怕演不了了 你们最后啊 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怎么办呢 我倒有个办法 不过我说出来 你别骂我啊 行了 你就快点吧你 我的办法就是换人 不行不行的 就是啊 你现在把周老师给换下来 哪那么容易啊 再说了 这一时半会儿 我们上哪去找这个二胡演奏员呢 有什么找不着的 就我们小薰门口 有一瞎子 天天在哪儿拉 拉得多好了 亏你你想得出还瞎 你以为我们是街头卖艺啊 就是啊 我们没时间陪他玩 要去 你自己去 妈 要不你先回去吧 那哪儿行呢 你在这儿 我怎么能回去呢 一个人在这儿没事 反正就等结果了嘛 妈 都吃饭点了 小灰要回来 饿了怎么办 哎呀 饿点饿点没事 你重要你重要 妈等着 妈我也饿了 那 你还是回去吧 没人陪你不行 没关系 我待会儿可以打电话 给小灰吗 那你可给他打电话 嗯 好 一定要在那儿陪你 行 行 那我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嗯 好 我先走了 好嘞 路上小心点 哎 好 哎呀 妈妈 平常就在这儿 哎 在那儿 哎 我可找着你了 哎 哎 你哪儿不拉了 嗯 不拉 没人听啊 你快拉呀 你拉 我听啊 你听 没用啊 你听不懂 哎呦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呢 你拉了我就听得懂啊 不拉了 好 要不然这么拉 我给你两块钱 一块 两块 行吧 你拉给我听听 大姐 你给我两块钱 你想听什么 你有钱点拨 你给我拉段那个 二拳音乐行吗 哎呦 二拳音乐我没学会 啊 没事没事 那呃 要不然你再给我拉段封信 我听都没听说过 哦哦 没事老师 这这怪我啊 要不然 您会什么 您就拉个什么给我听听吧 我拉南尼弯吧 哎 好好好 您就拉这段我听听 啊好 喂 妈 宝儿 你有什么指示啊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边 马上就回来了 我给你炖了鸡汤 快点回来吧你啊 啊 你炖鸡汤 你别逗了 在哪儿买的 坦白 你知道吧 河婶给我买的油爆虾 吃得我闹肚子了 所以他将功补过 就帮我炖鸡汤了 瞎说 人河婶哪有钱够过 我才不信呢 安西啊 你爱信不信 反正我没骗 你快点回来 等你喝鸡汤的啊 好好没骗没骗 那正好啊 今天多一个菜 我跟你说啊 今天哥哥嫂子都回来吃饭 小鸡汤 妈给你讲啊 你嫂子刚才晕过去了 一会儿回到家里了 他千万别气他 听见没有 好 回来就说啊 好好好 太香了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哎呦 小二姐是 昨天刚走 怎么今天又回来了啊 怎么了 还不信任我回家 回家 回家又出差了吧 算菜品 我就知道了 回家一出差啊 你就跑马上来享福来了 哎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 啊 就信你们俩天天在家享福啊 我偶尔回家一趟还不行啊 你没说啊 再说了 今天该你好好享福了 来 快尝一下 来 香不香 嗯 香不香 嗯嗯嗯嗯 哎呀 哎妈 你香的 你喝了呗 喝了 但是啊 肯定不是他做的 他什么时候下个厨房了 那个 电费 找的零钱在那里拿走 妈 这零钱你还给我干嘛 自己留着不就行了 什么呀 那是啊 我给你们垫的电费的钱 四百块找的零头 你给我四百整就行了 绍华没给你钱啊 你这问题问的 这么没技术含量 他能给吗 我先垫上的 你看 让我猜对了吧 你们家余少华 放个屁 蹦出来个洞 都能自己捡回来吃了 你那什么嘴啊 让不人吃饭 妈 四百给你放上了 哥 给我二百杯 我给你个二百五 二百五也行呀 撒 借我出来了吗 谢谢啊 来吧 都饿了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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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我忘了 差不多弄完的时候 他非让我回来给你做饭 他怎么 他怎么不告诉我呢 对呀 他说给你打电话的呀 不过没什么事 别着急 他 我婆婆来了 妈 我怀孕啊 你家余少华 就是个千年老妖精 估计在家扫荡了一圈 没落着什么 谁虚了 装病想逃脱 你小说两句 战线 不过他早上 出门说要跟我说他头晕的 他就是昨天吃甲鱼吃多了 不坏了 不行了 妈 我来出去看看他吧 好 少华 少华 回来了 你怎么搞的 没给小慧打电话呢 你看把他急的 赶紧赶紧坐下 来来来来 快 喝点鸡汤 快快坐这 来快 我我去盛饭 检查怎么样 怎么给我打电话呢 是不是家里吃多了 嫂子 来 先喝碗鸡汤 可鲜了 谢谢啊 妈 怎么了 莱莱今天你喂了吗 我忙了一天还没来得及呢 我一会儿就喂 一会儿就喂啊 莱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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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劲怎么没了 瞎说呢 那儿能跑哪儿去 你好好找找 莱莱 莱出来 妈呢你看看咱家别的东西来丢呗 能少什么呀 家里少的东西多了 什么木耳啊 野山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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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不见了 刚才还都在呢 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哎呀 家里这个贼也挺逗的呀 肯定身体不好 不是气亏就是肾亏 专门偷补品 家里的那些东西啊 搁着也是搁着也没人吃 我是怕坏了 所以我跟妈说了一声 我说我拿出去送人 妈都同意的 妈 是吧 那个 是我让少华拿走的 放在家里也没人吃 我让她拿的 莱莱到底去哪儿了 你帮着找一找妈 嫂子 你也别难过 莱莱 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因为我让何神 把她给炖了 莱莱会永远活在 我们的心中 阿们 安息吧 莱莱 你 你真让何神给炖了 小欧 你太过分了 莱莱 我说你这孩子 是不是故意气人呢 你不知道那鸡对你哥 你嫂子多重要吗 就是 不是 二弟 你怎么那么二百五呢 过分 我过分 那他把家里的补饼都偷出去 他不过分啊 还有脸说我呢 那你说这鸡养着干什么呀 不就是给大家补补身体吗 你不都吃了吗 我又没吃毒食 吃 她瞪我 我说你瞪我干什么呀 你想吃就吃 这多好喝的鸡汤啊 不要找任何理由 晓鸥 你的确是不应该 你想吃鸡你跟妈说呗 妈去给你买啊 你杀她干什么 你嫂子今天本来就不舒服 你还惹她生气 晓鸥 咱不跟她一般见识啊 明天妈去给你买 给你买十只 又买了 你好 这是 杨姓 你怀孕哪 妈 少华怀孕了 你看 太好 太好 咱们老赵家今后 有后了 双喜临门呢 我看我妈 这更高兴 看来这个要抱孙子了 就是不一样 孙子就是重要 咱们老赵家算是有后喽 小华啊 大功臣 你可是咱家的大功臣 你看看 这鸡啊 宰得正是时候 这鸡要是不杀 咱嫂子也怀不了孕 所以这鸡啊 杀的简直就是 英明果断 这就叫杀鸡取蛋 行了行了 你还成功臣大英雄了 那当然了 谁让我说我们家大王呢 做大王的 就是得有仙剑之名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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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鸡也杀了就杀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高人说的可能咱们理解反了 也许这个鸡杀了以后 那就怀孕了 你肯定是怀孕了吗 反正不管怎么说 怀孕了就是喜事 对不对 啊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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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嫂子 恭喜啊 要不然 我再给您盛碗汤了 哎 哎呦 周老师啊 你买那么多菜呀 你们家开食堂了 哎呀 那不是每天如此吗 周老师现在可高兴啊 女儿媳妇同时怀孕 啊 现在她是老母了 那是 买菜 烧饭 做家务 要我看 你家这两个孩子啊 真是享福哦 那你怎么不说 我也享福呢 你要是做一桌子菜 没人回来吃 那你才着急的 现在的孩子啊 就知道父母的心思 成天回家挂 你家还算好的呢 我哥本来一家 小孩天天回家吃饭 从不叫火生命 吃完了 还再带上水果 哎呦 我哥哥的小孩 要买房 整天给我哥哥嫂子闹 后来啊 父母帮他付了手机 那儿媳妇还先 不帮忙按揭 哎呀 装修的时候啊 还要出劳动力做监工 现在倒好 装修完了 都没请老两个 回去住过一回 哎呦 你们啊 也算是买了房子了 我们家的孩子啊 那工资啊 比我退休金还低 他要买房子啊 不定跟我们吵成什么样子呢 周老师 还是你们家小灰下手走 要等到现在买房子啊 可就难喽 小灰是买了房 可是一时一听的 小我还租房住呢 每个月租金花的呀 我看着都心疼 女儿的事 你操什么心啊 那是女婿家的事 哎 在我这儿可没这个啊 儿子女儿都一样 手心手背都是肉 哎 周老师一鸣 儿子啊 就坐在楼上 天天都能看见 现在的孩子啊 也不容易做父母的啊 多付出一点 也是心甘情愿的嘛 是啊 就是嘛 你说这话我爱听 哈哈哈 行了 我赶紧回去了啊 明天见啊 好好练 明天见 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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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你什么呢 你婆婆疯 你别弄坏了 我给她找了两首好听的歌啊 怕她那个姿态小看得清楚 所以给她晃大一点 人家婆媳都储不好关系 你看你跟你婆婆储的 那这倒是我们余老师好 别说老人们喜欢她的 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也都挺喜欢她的 那简直快成大众清闻了 可不是啊 同学们都说 谁要能娶到邵华做老婆啊 干什么都愿意 哎 差不多得了啊 妈 我人有些不舒服啊 要不待会儿 小货回来的时候 你跟她一块儿吃吧 我就不下去了啊 那哪行啊 你不吃饭不行啊 这样吧 妈马上上来啊 你等着我 待会儿老太太上来呢 我就装着看书 那肯定要问啊 你看什么书啊 少华 那我就告诉她了 我在看有关婴儿婴儿的书啊 就让她给我买补品 妈 那么快就来了 你都饿了吧 还行 赶紧 你看啊 嗯 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 酸菜鱿鱼 还有红烧肉 还有三豆角 我去给你拿碗块啊 妈我来吧 没事没事 你做得自然 你别弄 妈你做那么多菜呀 嗯 你吃吧 小灰呢我给她留着呢 这些都是你的 使劲吃啊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啊 在三个月的时候 正是长脑子的时候 可得多吃 吃不好啊 孩子就健康不了 小华 嗯 看 别看了先吃饭 妈 你看上面书上写了 孩子长脑神经的时候 需要补充叶酸 叶酸会促进脑胎儿 和脊椎的发育 摄取不足将会导致 胎儿神经管畸形 比如脊柱裂 哎呀 这么严重啊 嗯 哎呦 现在 现在生个孩子可真不容易 我们那会儿什么都不知道 稀里糊涂两个孩子都出来了 可不是妈妈 可是现在只剩一个 孩子健康 不是全家人最大的福气吗 妈你说是吧 那是那是 又妈 书上还写到 不光是叶酸 孕妇比常人需要更多的蛋白质 如果蛋白质供应不足 对胎儿的生长发育 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还会影响到 婴儿的神经心理功能 婴儿表情淡漠 没有反应 别说了 小华 太吓人了 怎么这么多的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妈跟你说 那你就更得多吃点啊 妈知道 这个鱼类 肉类 蛋类里边都有蛋白质 从明天起啊 妈就给你天天变着样子做 你就舍心吃 好吗 妈 还是一句话 吃了再好也没用 那你不吃不是更没用吗 可是也得吸收啊 这到底什么能吸收啊 我上次听我女朋友说 她说好像孕妇要吃蛋白粉 还是要进口的 还得进口的 那是不是很贵啊 问题就在这儿啊 我也知道贵 可是我们家每个月的房贷 还要还很多呢 算了算了 不买了 影响你就影响吧 去干了 小华 别 别这么想 就这一个孩子 咱们再难 也得想办法 还有呢 你看这书上还写着了 应付还要吃DHA 牛 牛出乳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B 鱼干油 那么多东西呢 妈 我给你复印了点东西 买一下啊 我给你复印了 这些你最爱听的曲子 你看一下 行吗 我把字给你放大了 生怕你看不清楚 小华 你可真细心啊 妈 谢谢你啊 妈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快趁热吃吧 先下楼了啊 好 审舍 请 最大的福气吗 妈你说是吧